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是 在基督女成长 今天也很开心 因为我小孩和我媳妇 都在加拿大回来 我一直讲到都没有和他们直接见过面 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作为父亲的我 都很赞经 要讲怎样成长 我自己有没有成长 甚至今天的power point 都是昨晚叫小孩帮我做的 那我给他钱去读书 他都要回报一下老爹了吧 所以而且青出于男 希望胜于男 同不同意 这个就是成长 在数学上 大家有没有读书都好 这条曲线就叫做中型曲线 一个中这样挂在这里 首先由低一直到高 然后逐渐就降回来 回复到原来的高度 好像一个中 也都是一个小山幽 我们的人生和这个曲线 其实是可以参考的 你看看 当我们四岁的时候 我们恨些什么呢 你这样按我的power point 就有了 妈妈就想小孩 不要赖尿了 十二岁的时候 他就想有一帮朋友 读小学了嘛 出来威威了 十七岁的时候 或者十八岁就希望考到车牌 周围去 认识一下女朋友 三五岁的时候 读完书了 出来做事 希望赚到钱了 有没有 谁说不是的 那这么静 就是个人同意了 五十岁的时候 人到中年 希望怎么样 继续的钱都在袋子 不要一铺清袋 投资创付资产就没有了 七十岁了 希望的体能还可以驾车 因为很多时候七十岁 又有三万 只剩下一个身上 眼慢 手慢 脚慢 七十五岁 还希望有一帮朋友 为什么 有些人没有你这么本事 想跟你做朋友都没有本钱了 他先走了 对不对 八十岁之后 他希望是什么 留意了 仍然没有赖尿 金冠不用破裂 不用入尿片 感谢神 这个人生 讲到给我们知道 上半场是我们要努力去争取的 但是一到了下半场 我们是尽力要去保持 不要再争了 输少就当赢 保住老板 其实 四十岁以前 我们可以说 茂事在人 成事 五十岁以后 就只能说是成事在天 因为年老 身体退化 是人生必经之途 不能走 这样看来 对那些有冲敬的年轻人 特别我们恩福很多年轻人 感谢神 岂不是一盘冷水 这么平淡的一生 老实说 因为就算你尽了最大的努力 到头来 人老了 所谓成功 真的好像那条曲线那样 不过是跟一个四岁的小孩一样 不要赖尿 你就感恩了 是吧 但是我们坐在那里 作为一班基督徒 我们怎样去活 至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们的成功 不是看我们的肉身 也不是看我们世上 一切的一切 而是看在主里面 我们怎样去成为一个成功 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在今天 我们看看《二佛所书》 《保罗有什么教导》 第一个题目 我说 本来的我 是任意而为 就是 怎样就怎样 多少点睡就多少点睡 明早也能起身 年轻的 保罗在《二佛所书》四章那里 告诉我们 有几次经文 我想大家一起读 一 二 三 所以 且在主里正重地说 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在障外帮人 虚妄的心而活 那们心地温暖 因自己无知 心里干压 既然他们已经麻木 就放纵情欲 贪婪地行种种污蔽的事 好 我们停在这里 在人不认识主之前 是比较容易做坏事的 良心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种道德的知觉 当良心失去了知觉 在社会里打滚 慢慢变黑了都不知道 结果就是无法控制 我们人的思想行为了 这种人必然会被放纵情欲 那里牵制住 为了达到个人的欲望 就会不择手段 很多公司 当你想吃掉别人那份的时间 美其名叫做合拼收购 或者我帮你公司休化了去 其实就是吃了别人 不惜牺牲别人也会伤害了自己 社会上很多的罪案 因为引人犯罪的誘因确实很多 你看到有些儿童受到性侵犯 家庭的婚姻有问题 第三者介入 同性恋 吸毒 如酒 网络上的色情 赌博 更加是不用出门 你已经是可以赌了 过大海更方便 所以这些说 放纵情欲带来的现象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心中无神的话 我们的所作所为 就是做这些事情 感谢主 我们信了主 我们要怎样在基督里面 来到成长 缺了诀 拿了个永生 不是就这样就说 在地上 怎样活得轻散 怎样活得有意义 我们就要好像年 二十八清垃圾 去救迎身 作主的门徒 怎样呢 看看保罗教导 有几字经文 一起读 但你们从基督学的 不是这样 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 而因私欲的 或而渐渐败为的 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志更生 并且穿上身我 这身我 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从真理来的 公义和圣洁 很好的经文 保罗教导 给我们一条出路 保罗教导 如果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 来到生活 就要怎样呢 离弃 记住 离弃 世俗的行为 等于我这件衣服 如果是 骚髒了的 难道你整个人 走着洗机去洗吗 第一时间 就是脱了它 脱了它 换个件新的 我们信了主 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 脱去救人 又要穿上新人 穿上干净的衣服 好像初生的小孩 应是一样 是要父母来帮助 换衣服的 祷告靠圣灵 亲近主 不要靠自己 如果靠自己呢 整整个脑外 就出回来 弟兄姊妹 这样的生命更新 有没有困难呢 有时我们说 讲就天下无敌 做呢 你自己讲的 无能为力 我也讲 告诉你知道 有困难的 有 但是主耶稣可以帮到你 记住 在马大福音 十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怎么说呢 那个power point 我们去去 马大福音 十一章二十九节 我一起读了 我心里 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阳识 这样 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岸识 接着还有 扬福音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 能到腐那里去 你看看 耶稣基督 他没有撇下我们 为孤儿 给我们教导 他有个样板 给我们学 跟随主耶稣的教导 生命 一定可以更新 问题是 你肯不肯跟 你肯上车 就一定 能够去到目的地 真理 经常说真理 真理本来 是很抽象的 但是因为 直着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道成了肉身 住在人间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 看到神的什么 信实 公义 圣洁 慈爱 瑶书 怜悯 这些品格 是可以走出来的 弟兄姐妹 而且是可以感受得到 在两星期前 我在东九那里 他们有一个报道会 他们邀请了一个 现在叫做弟兄 胡炳全弟兄 他来讲见证 一个駕駛了26年的士 经历了23年 赌博生涯 连奶粉钱都可以拿去赌的一个人 欠下巨债 生活优秀 家庭破碎 在1987年 信主之后 靠于耶稣奇妙的救恩 脱离了赌博的捆绑 他需要用十年的时间来还一些赌债 但是蒙主的恩典 使用整个家庭经历平安 喜乐的生活 后来 在2007年 他更加成立了香港戒斗中心 靠着主的爱 全力去帮助受赌博 捆绑的赌徒 甚至他的儿子 读完心理学 他都做了几年之后 都回到爸爸身边 来帮助爸爸 在这个戒斗中心那里 帮助被赌债 被赌博这个人 捆绑的人 在那晚的报道会 神大提使用他的见证 到呼召的时候 我亲眼见到有十几人信主 感谢神 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当信徒 听了主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我们的生命 告诉自己 一定可以改变向好的 我又看看圣经 有什么例子 当年大卫王 他年轻的时候 他做过任何的事情 他都是求问神的 但是当他当上了国王之后 心智就糊涂了 不但只奸任了 部属乌利亚的妻子 还说大话 说大话 设计谋 谋害了乌利亚 最后 神就藉了先知拿丹的口 和他这么说 告诉大卫听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行眼中看为恶的事 自己的朋友 身边的同路人 就督责他 指证他 大卫最后都付出代价 灾难临到了他的家 他的皇室里面 这个就是看到大卫当上皇帝之后 他的心智如果缺乏更新 停留在权力的高位 远离了神 不敬畏神 他就会有这个结果 但是相反的例子 看回约室 约室他屡次受到他的主人的太太 性骚扰他 叫他留下 与他同房 扛住他 他唯有今次不脱颗 被人扛的衣服 都要走 没有鞋玩剧酒 他并没有跌在这个陷阱里面 而且他很坚定地说 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神呢 当你心中有神的时间 你做坏行为的时间 你就不敢 你就会敬畏神 你就会说这句话 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神呢 若是得到心智不断的更新 就是这个反应 神就继续祝福他 大大使用他 后来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顶姐妹 我们想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合神心意的生命的话 就要留意自己日上的言行 最后今天几节经文 在《义书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那里 那里讲的是 学校基督来到活出新我 救那个钉死他 要活出新我 我一起读这几经文 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 每个人要与伦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为之体 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祸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勤劳 亲手做正当的事 这样才可以把自己有的 分给有缺乏的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让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事受了他的印记 救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愤怒 恼恨 怨恙 毁民 和一切的恶毒 都要从你们中间随调 要仁慈相待全怜悯的心 彼此遥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遥恕了你们一样 最后那句是相当好 我们是有错的机会 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当顶姐妹教会里面 大家能够仁慈相待 全怜悯的心彼此遥恕 就如神在基督里遥恕了我们一样 我们又得到那个释放 悔改 恩着人的罪声 我们救人的行为 就是喜欢讲大话 说谎 讲大话 可以带来很大的后果 很严重的后果 一只船 很大也好 但是去那个陀 只要摆一摆 船就转弯 一个事实 如果你不确实去讲 它就会引来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九节 劝勉我们 下一个power point 他说不要予此说谎 不要予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顶姐妹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用大话来过日子 我们信了主 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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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古老的一种罪 因为它是出自撒旦的 创世纪那里 撒旦骗下话 吃那个果 是几巧妙的语言艺术 哄了他吃那个果 罪就入了世界 难怪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下半节那里说 因他撒旦本来是说谎的 是怎样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顶姐妹 如果我们愿意放纵我们的口舌 去说谎 我们跟随的是谁 是撒旦 不是跟随天上的阿爸父 不是跟随主耶稣 不是我们的心 被圣灵去掌管 小心 小心 看回圣经的一个例子 是很严峻的 《诗图行传》五章 讲到阿拉利亚 和撒非拉夫妇两人 他们卖了田产 跟随信徒来做奉献 他将价钱私自留下几分 将剩下的那些 就给仕途 然后他们就宣称 这个就开始说谎了 我已把全部金钱奉献出来 在《诗图行传》五章八字 这个就是欺骗神 和欺骗人的行为 这些行为的危害 首先危害社会 危害教会 危害自己的家庭 甚至摧毁了自己的人格 所以神就立即惩罚他们说 这个说谎 让他们先后断气而死 当你看到圣经这段故事的时间 这个述事的时间 你的心要扎心 不要当神的说话 无道 因为我们信的神 神是一个灵 祂是圣洁的 祂不允许人来说谎 更加何况是受了圣灵印记的信徒呢 我们已经扔了个账 为什么我们仲去说谎呢 心里面请大家时刻记住 神是无所不在的 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很多时候我们说 说谎 说得好也好 你是先骗了自己 然后骗人 是很严重 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 所谓门王讲到 人的作为都是在神审判之下 将来都必受审判的 骗得一时不骗得一世 骗得一时骗得一世 骗不到将来见主面 敢不敢再骗呢 再说谎呢 马德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 说闲话在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来 闲话都不行啊 拉是拉非都不好啊 何况是雪方呢 警醒 我们知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弟兄姊妹在其中 是互相成为肢体的 弟兄姊妹 只有当我们各尽其职 并且凡事说诚实话 教会才能够健康 感谢神我们恩福堂 创会的时间 创唐的时间 就拿了两句经文成为我们的信念 二书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吧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 和教师 为要装备圣徒 建立基督的身体 记住啊 你拿一张程序表 我见过的 印了这两句经文在这里 首先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是互为肢体 既然是互为肢体 左手 怎么想骗个右手呢 左脑 怎么想骗个右脑呢 如果不是 就是思想分裂 精神分裂 我再提醒 说方是神最恨复的行为 在《针言六章十六十九节》 耶和华所恨复的 有六样 数住了 连他心所恨复的 共有七样 加上他心里面生气的 不喜欢的 还有七样 就是怎样 一起读 高傲的眼 杀方的活舍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吐方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 暴散纷争的人 警醒 教会想兴皇 这七美事 一定不要碰 一定远离 见到有的 圈面 自己也都要警醒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神 所恨复的 他都恨复 我们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说到这七样东西 里面有三样都是与他口舌 说方有关的 是所犯的罪 对不对 所以诗篇 一百零一篇六节 他鼓励我们说 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 神是这样看的 叫他们与我同住 行为完全的 他要事后我 你想服事主 你想神与你同在 你就要做一个诚实人 这里没有说你要做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相反 如果在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 诗篇一百零一篇七节 警告我们这样说 行诡诈的 必不得 住在我家里 说方话的 必不得 立在我眼前 站不站得稳 不行的了 塌的 会支离破碎的 群体 很严重的提醒 没有转弯的预地 诚实 不要说方话 弟兄姊妹 我们时刻想说 想得到神同在 圣经提出我们 很简单 你不要说谎就行了 当信徒想禁阅谎言 就要时刻记得 我们要与主同在 应如我说 掌管我们的心 我们才不会说方 自有自制不发怒的能力 自有努力去工作 而不偷懒 不吞泡 不赦泡 就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 不讲破坏性的谎言 遗语 也都不令到圣灵担忧 反而叫圣灵去喜乐 才能够除掉一切的恶毒 恶毒除掉之后 就能够彼此以恩赐相待 当愿意追求 在基督 旅成长的信徒 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班 这么可爱的顶姊妹 我们要时刻记住 保罗给我们的价值 人生价值 保罗说 在弗里比斯三章七节 保罗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信徒 是要追求圣洁 甚至是要更新 你手上的电脑 你都不想用回以前的 你的软件都想这么长 就更新 是不是 不更新的 是好落午 做不到更多好的东西 这个不仅在教会里面 在家庭里面都是这样 就算和朋友 未信主的人 你和他相处 更加要更新你的生命 献出你的诚恳 这是我们在生活上 应有的表现 行为的守则 能够如此 我们只能够说 无可指责 诚实无偽 能够在这个变化 歪曲叛茉世代 作神无瑕疵的意外 让明光照耀 将生命表现出来 我们去传福音 不是传和音 弟兄姊妹 最近我们有没有 有意无意之中 说谎呢 我们向神认罪讨告 改过就行了 我们是不是 是为了自私的理由 为了保护自己 而说一些白色的方话 不要说谎 要克服不说谎 是要付出代价的 是就说事 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再说得多 就出于那恶者 你看看主耶稣的榜样 主耶稣受到天父的差派 书尊降跪 道成了欲生来到世上 向世人宣讲 悔改的道 他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免得得更丰盛 他真的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他也深深觉得很痛苦 当然要死的时间 在过他上面 在山上 他孤单地跪来祷告 汗如雨点滴下 他想守着这个承诺 他怎么说 他说 请天父拿去 他手中的苦杯 如果天父 这个是天父的主意 就请天父成就 主耶稣都不反悔 不说谎话 不骗人 他甘心为我们的罪 来钉死 成为代价的羔羊 而且死在十字加上 那他就成就了 救赎世人的大恩 所以罗马书六章四节提醒我们 他说 我们既然受了洗 就归入了 跟主耶稣一同埋葬 叫我们一举一动 是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 在死里面復活一样 兄姊妹 我们信了主 记得不要说谎 不说谎 是出于爱 我们要原谅 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朋友 因为主耶稣 他在十字加上 曾经向父神求情 他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这个就是爱 不计算人的恶 说谎是恶行 原谅别人 是善行 是活出爱 你愿意 效法基督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如果曾经有说谎话的 在这一时刻 我们好好地向神 来认罪悔改 以后不再犯 祈求圣灵帮助我们 弃绝方言 那个圣的生活 合神心意的生活 说谎的上帝 你是守约 耶稣基督和民靠 阿们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